请我出去 然后他们在那边等我 深夜里三名男子来到住宅门口 没多久夫人走出来 双手抱胸 才知道女儿和这些人有债务纠纷 对方还大胆亮枪 亮枪然后让我有看 那我那时候我也是很怕 事发地点位于南投市乐业路上 上个月二十八号半夜两点多 谢谢男子和几名朋友 来到解信女子住处讨债 但对方不在家 男子亮出藏在包包内的枪支 女子母亲吓得打给女儿 而解信女子马上向朱姓男友告账 对方进妙人道附近 持兜蟹棍棒狂殴对方 双方打成一团 叫车车窗破裂斗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到场后双方鸟受散 短短三个小时内 逮捕两派人马总共十四人 警方指出 卸性嫌犯公称 检性女子和朱姓男友 两人共鸡欠八十五万元债务 警方依杀人未遂等罪嫌送办 欠钱的和讨钱的 全都得付出代价 记者曾伟祥 陈广锐 王百英 南投资方报导 刘主刑